欢迎收看一言新邦 我是散户的守护者丰盛老师 很高兴能够在盘后时间 跟全国的投资大众讲解 操作台湾股票 你要怎么样布局才能够趋吉避凶 各位礼拜五的台股大涨了182点 你高兴了没 各位礼拜五的一个低档 这个一根藏红吞噬掉 这个礼拜前面四天的一个什么 一个盘跌 那你高兴了没 各位我相信如果这个大盘 能够持续涨上去 你可能会高兴的不得了 老师最好每天都涨200点 各位那我告诉你 不可能大盘就是这样 你在大涨里面也随时都充满风险 也随时都充满很多的骗局 各位这就是我跟你讲的 套路永远就这么深 你如果没有办法解这个套路 你就不应该把资金随便丢进来股市 什么投资理财 各位你的财富会整个没有 各位这个不能讲赌场 各位这一个所谓的一个股市 就像我告诉你的你要有全盘的逻辑 你才有可能打胜仗 就像巴菲特讲过什么事你知道吗 他说在股市大涨的时候 你要反贪 反什么贪 反你的贪念 那股市大跌的时候 你要反恐 各位不是叫你加入特勤队 反恐特勤队不是 要反你的恐惧的心态 你才是赢家嘛 你今天看到这个局这么深 你知道索罗斯是怎么讲的吗 来各位索罗斯讲过一句话 我觉得很好 跟你做分享 他说世界的经济史 就像是一部基于假象 跟谎言的连续剧 所以你要获得财富 你的做法就是要认清其假象 这索罗斯说的 今天大涨 我跟你讲巴菲特跟索罗斯的名言 我就希望投资朋友你要了解 这个套路有时候不是散户你玩得起的 所以你如果要在股市里面 很安稳的赚到钱 你要找一个靠山 你今天在股市里面 看那么多解盘节目 你就是要找一个值得你依赖的老师 各位难道不是吗 今天股市为什么大涨 上周五股市为什么大涨 因为什么 因为会市反转了 各位你知不知道在盘后的消息 外资已经转卖为买 买了21亿 自营商买了9亿 三大反人合计加起来买了31亿 是不是正面讯号 当然是正面讯号 但是昨天 我问各位昨天 也就是礼拜四 礼拜四还不是外资 卖88亿 礼拜三 央行的总裁讲说 这个他本来就是心态趋扁 那你现在讲一讲 哇 这个怎么会大涨 索罗斯说的 世界经济史 就是一部基于假象跟谎言的连续句 你要获得财富做法 就是认清其假象 这叫本事 一直以来我都跟各位讲八个字 叫做专业操盘正面迎战 你今天只要到达选好股的境界 选好股好选股 股选好 你就能够赚短线赚波段赚不停 各位不管大盘是大涨或者大跌 通通一样 你今天如果不跳脱出散户的心态 每天被这个报章杂志 再跟你弄一些假象 用一些谎言 你哪有可能赚到钱 你一定是每天追高杀低 那我问你 好的股票在目前的一个盘跌15天 今天大涨之前 在礼拜四是盘跌了15天 你的心态有没有动摇 各位你心态不能动摇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一个媒体 所有的解盘都是在给你落井下石 不会像蔡老师一样 给你雪中送炭 我一直以来我都跟你讲什么股票 各位 今天大涨的5G是不是开始涨了 5G涨什么股票 涨蔡老师的股票啊 是帮高阶转换器的 5G 今天我看到了未来两年 你们应该可以好好的发一笔横财的题材 我不会跟你介绍什么涨价题材 涨价题材根本就是短线炒作的业内牌 你相不相信 你要有产业前景嘛 不是只是在讲涨价而已啊 各位你知道5G的题材能够造就多少的一个什么 不管是就业人口啦 甚至于说你后面的行情要花好几千亿啊 我说光光4G的一个小型基地台满足就是五千台 你换到5G就要用两万台 小型基地台是什么股票 字役各位记不记得 我跟你讲的嘛 今天有没有拉涨停 要用两万台里面啦 小型基地台啦 你知不知道5G如果没弄好 你包括什么AI啦 无人车电动车通通是假话 你知不知道 5G才是奠定后面的一个什么 大时代的基础嘛 所以你5G做不做 你说老师啊 这花这么多钱在台湾的公司 有这么多钱 各位这不用你欢乐 这不用你烦恼 因为这是政策面会去推的 你后面5G的一个世代来临了 包括AI 包括所谓的一个什么 一个电动车 包括无人车 包括所谓的一个智慧云端 对不对 智慧云等等 一大堆全部都啊 包括物联网 全部都在5G这个题材发酵 那5G高阶转弯器 我就只跟你推荐一档 叫做2345的智邦 在之前连续盘跌以来 我也跟你讲 如果智邦不涨 5G题材通通是玩假的 我也没有这样跟你讲这句话 当时智邦还是在盘跌的 各位 我每天还是跟你讲啊 我也没有像别的老师一样 跟你讲涨停 那都没意思 你赚不到钱啊 你今天看看 智邦的一个大涨 来各位 今天2345智邦的一个大涨 最高涨到多少 89.9 各位对不对 你看到智翼 涨停板 小型基地台 高阶转弯器 你看到媒体 讲什么话你知道吗 你来看一下 这是今天盘中的消息 来2345的智邦 6月营收续旺 400G交换器传10月份会大量出货 对不对 智邦2345第二季 营运回神 市场看好6月营收 有机会维持5月高档水平 单季营收上看95到100亿元 各位 且电信端的需求非常强劲 400G交换器更传出10月份开始要大量出货 今年的营运将逐渐成长 各位对不对 你看下面 目前智邦的产能利用率已经上来了 然后5月份的营收 显著回升到35.98 这蔡老师都跟你讲过 而且我跟你讲 后面是什么 忘记来了 6月份营收将维持5月份高档水平 各位对不对 外界关心的400G交换器 下半年出货 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讲说100G 他是第三季出货 对不对 然后400G他第三季会推出 其实他第三季已经可以小量出货了 但是他也不照进 他就跟你讲第四季会大量出货 全市场 尤其白牌的一个交换器 他市占率全市场的 所谓的市占率是35% 你看到我跟你推荐的这档个股 每一年可以赚5块钱的2345的智邦 你想到什么 一定想说 蔡老师 你怎么会跟人说的都没赶 今天大盘在大跌 你还是一样在讲5G5G 就是这个题材 我跟你讲的东西 绝对是为着你长线做考量 为什么 我知道你是散户啊 我也知道你一天到晚去看一大堆 涨停板的一个个股 只要你没有跑得比人家快 你就现在里面 为什么 因为你短期投机去有贵 你这是短期投资 然后变成什么 变成长期的套牢 我也知道你后面一定会来 跟蔡老师做联系的 因为蔡老师就是你的守护者 我一定会帮助全国的散户投资朋友 所以你今天看到2345的一个什么 一个智邦 我再跟你看一个秘密 来各位 2345的智邦 在礼拜五大盘大涨之前 礼拜四我就已经跟你讲了 他已经站上了攻击发起线 不管五日线还是季线 上礼拜四已经出现了带量站稳的一个讯号 礼拜五再补一根长红 为什么 外资明明是卖超台股的 为什么上礼拜四礼拜五 礼拜三礼拜四 就已经反手的买进智邦 我问各位为什么 我问你为什么 你今天看到礼拜五 台积电才开始 开始涨 开始除了贴席之外 他后面要填席 基准是219.5 各位对不对 你看到鸿海 哇美国的厂房 哇 今什么 人家说的一个什么 跟川普 对不对 郭台铭那那补胸而已 这公司派要加紧的什么 拉台 你看到我跟你讲的3008的一个大立光 这个是平盖的一个主轴 其他的就不用管他了 你是不是要看礼拜五 涨多少 3008来各位 各位 涨了130块 你看到蔡老师跟你讲的2345的智邦 你看到蔡老师跟你讲的3596的智益 小型基地台我就挑这一个了 事实上小型基地台还有3380的明太 但是你没有那么多钱嘛 所以说有时候你今天要来做投资 要来做选择 也是要找专业来帮你 这样你懂了吗 所以蔡老师今天啊 礼拜我也很忙 你知道我今天不是只录一言心方 我还要去录这个礼拜日的股市周报 礼拜日的股市周报 蔡老师还要一个人准备 一大堆的一个know how 我都要吸收啊 所以我在这边也特别的 因为这个大盘跌了15天啊 今天啊 做这样的上涨 我避免各位啊 你在7月份啊 你又搞错方向了 蔡老师今天特别开放 每一个节目啊 蔡老师的重播的节目 9位投资朋友来电索取 免费让你索取的啊 也就是礼拜日7月1号 周日非凡商业台 非凡的股市周报 在礼拜日的1点跟晚上8点 会来做首播跟重播 蔡老师跟你讲的盘式分析 以及操作策略 最关键性的是 下礼拜什么样的个股会涨 投资组合建议 我来让你免费索取 记得啊 每一个阶段 蔡老师的节目只能开放9位 你有需要的 你赶快打电话进来 蔡老师的一个咨询电话 等一下都会跑广告 那同样的蔡老师近期啊 也非常的一个感动 太多太多的投资朋友 知道蔡老师啊 都是站在散户的角度 帮你们做着想 所以蔡老师的一个生活圈啊 不停涌进大批的一个什么 一个散户的投资大众 非常好 蔡老师在这边一定会认真的 把我的学员朋友 带到获利的最高峰 也把你们加入生活圈的 投资大众都保护好 各位 耐的生活圈 如果你在假日时间看到蔡老师 你还没有加入的话 看到蔡老师一言新邦的节目 赶快拿起你的手机 把他scan一下 或者是打你的LINEID atpf49163827 其实你只要打atpf49 大概就跑出来了 跑出来什么 跑出来这个 屏风大中华证券头户 这个是官方认证的 官方的账号 一定要认证 各位 太多太多的一个LINE的一些群组 都充满了一些诈骗 所以说现阶段LINE的官方 也很烦 有很多投资朋友都在送什么贴图 有时候都是诈骗的一个串联 你可以看新闻 那蔡老师这个账号都是官方认证的 各位 我这个账号都是官方认证 官方推荐的 所以你只要搜寻品封 你就可以看到蔡老师的公司 各位知道吗 你加入之后 你就可以拿到蔡老师 每天啊 曾经传给你的国际 国内的财经药文 以及中午收看 像今天大盘为什么会大涨 我在9点半就已经跟我全国的学员朋友讲 我在11点发给生活圈的全部的投资大众 我也跟你讲 今天啊 必定大涨 独家特制的盘中影音 跟礼拜三不一样 为什么礼拜三是开高走低吗 以及非凡这个节目一言新帮 你可以选择提前跟延后收看 包括未来蔡老师要在啊 别的节目加的一个一言新帮的节目 你都可以同一时间来收看 我后面的福利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前提在于我希望散户投资 一定要回到这个观念 不要投机啊 你要选好股 好选股 股选好 你就能够赚短线 赚波段赚不停 有任何难题的一通电话 蔡老师帮你啊 赶快绑回来 我们休息一下近段广告 稍微到下一段更精彩的一言新帮 欢迎回到一言新帮 各位一直以来 我都已经跟各位说过 专业操盘才能正面迎战 唯有专业才不会背叛你 各位对不对 今天这个大盘这样涨起来 如果你还不高兴的话 代表没涨到你的股票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有的股票昨天跌停 礼拜五人家大盘大涨 他也跌停 蔡老师就不点名啊 免得把你的那个什么 休假的心情 把它作为一个什么 一个降温这样也不好 其实啊 休假周休二日 该轻松的时候就要放轻松 专业能力的不足 也不是说你 你礼拜六礼拜日两天二补 你下礼拜一就能够赚钱 那不可能的啦 像蔡老师啊 历经了层层的一个什么 一个经历 对不对 我20年前就出来啊 来帮助散户投资朋友 我现阶段也一样 回归再来帮助你们一把 我也在这边希望各位 现阶段有很多的一个讯息 都可以跟蔡老师接触 包括我刚刚跟你讲的 赖的生活圈啊 蔡老师现在人数是暴冲的 未来会是全台湾最大的 我可以跟你保证 所以说你还没加入的话 拿出手机QR Code 扫一下 或者是你要直接打 ID 就是atpf49163827 你打atpf49大概就跑出来了 就跑出来 蔡老师公司的选项 只有only one而已 品封大中华证券投顾 股市丰盛一言新邦 官方账号认证的 你直接官方账号搜寻 也可以搜寻得到 打入品封 你得到这么多的东西 就是蔡老师想要 尽这个保护者的责任 起码你看到的都是正面性的 不会有一个好像借啊 所谓的一个题材性 或者借啊 所谓的一个什么 一个公器 然后故意要骗你好像让你去套牢 蔡老师不做这种亏心事 我相信你也应该都看得出蔡老师的为人 同样的我也希望散户投资朋友 你如果投机心态不改变的话 神仙难救了 你一时听蔡老师的 然后假刚又叫白的人 那个我也没办法救你 因为你信心不坚定 那你信心要怎么坚定 你听从蔡老师跟你讲的 选好股这三个字准没错 有没有加入蔡老师的学员 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搞不好你自己也操作的很好嘛 对不对 那当然也许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是操作的不好的 你可以自我提升看看 你自我提升到专业的操盘人 如果没办法 蔡老师在这边 我可以帮助你 你到达选好股好 选股股选好 你就可以转短线转波段转不停 各位难道不是吗 我一直跟你讲的2360 同时跨两个族群的3D感测 跟什么 跟电动车的 就是设备厂2360的制茂 各位 2360的一个制茂 你今天可以看到制茂的一个什么 制茂的一个表现 尾盘拉上来 站上所有的一个军线之上 那为什么能够这么的强 他之前也没有跌 各位 之前最高来到171.5 拉回来就在160这边震荡 今天随便一收就给你收164 下礼拜大盘 当然啦 你也许会想说老师 到底后一周的续长 各位 你不用去这么说啦 因为续不续长 今天摆明的就是人家政策拉台 股会双生 会是指扁回升 那股市 能够去拉台硕士保的 我相信不是你吧 也不是你的触逼吗 更不是你的股友吧 那一定是政策面的力量啊 那不就对了吗 外资在昨天啊 已经正式的把这三年来买抄台股的扩打 也就是说 买抄的部分全部都吐回去了 全部都拐回去了 所以说外资这三年来 根本没有买进台湾股市任何一毛钱 当然今天例外今天买了21亿 那我也问各位 如果外资这三年来都没有买过台股任何一毛钱 竟然有办法台湾股市目前还在高档震荡 各位 你要留意啊 这个盘不是走空啊 创新高之后回撤景线 这个都是一个正常形态 跟大陆股市直接打到底 在2800这边震荡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形啊 何况美国股市的电子股也没有在走空啊 所以说我在边跟各位讲啊 你可以做一个所谓的一个什么一个心态的建立 就像我刚跟你说的那么多的假象 你要抽丝剥茧 你才能够得到财富 索罗斯说的吗 世界经济就是一个假象跟谎言的结合连续句 所以你要赚钱就是要认清楚假象 你昨天是不是最恐慌 那你为什么昨天不来跟蔡老师做联系 你今天这样大盘啊 又大涨了 你是不是想说老师啊 那是不是又继续涨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自己操作就好 对你讲的通通对 我完全不会去跟你讲说你错 但是如果你自己踢到铁板 如果你自己失守了 我希望你要懂得自己怎样挽救 没有办法的话是神仙难救 就像我告诉你的 我在这边跟你推荐的都是好的股票 因为好股不怕运来磨嘛 你今天遇到了川普这个美国总统 大家都认了啊 各位啊 他都有办法去G7去跟别家元首吵架 他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啊 各位 所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正确的解读 到底川普礼拜五晚上会不会又讲了什么 什么话 明明啊 礼拜四跟所谓的郭台铭握手 搞不好他后面把台湾这一块大饼拿出来 中美贸易大战当谈判的筹码的时候 那就见真章啊 川普就是这种个性的人 所以说后面台湾的利益 一旦端上去裁判桌啊 谈判桌啊 各位那就精彩了 可能台湾股市每天见面 不是涨500点就是跌500点 各位因为现阶段是一万一千点嘛 所以说涨500点也才涨5% 跌500点也才跌5% 这有可能的 所以万一我们变成人家谈判的筹码 各位那你可能心脏要强一点啊 不是开盘起500点就是6500点 各位这早晚的事啊 你以为川普他这个伤人他不会这样干啊 所以后面的行情各位更难做啦 那你要不要做你当然要做嘛 你就是在行情这么难做当中 你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 选择跟抉择 你才能够赚到大钱嘛 就像我告诉你的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嘛 你不奋斗 你有办法赚钱 那倒不如说啊 不如归去 因为股市套路生嘛 我上节目第一天就跟你讲 股市这个套路啊 不是专业者 你不要乱碰 不要想说随便的会有一个一招办事闯江湖 那是周星驰的电影 你搞错了 一本漫画闯江湖 那是他在乱扯的 各位 所以我在这边才会跟各位讲 你要找的就是这种隐藏的大明星 唯有这种隐藏的大明星 才会持续的转短线 转波段转不停 所以我在这边也跟你讲 什么样的讯息 对散户投资朋友你最有帮助 什么样的股票最适合你投资 你要自己分辨的出来 那适合散户投资朋友 投资的股票的是什么 要有适当的成交量 不是突然之间爆量 然后拉上去两成三成之后 然后再跟你讲力多 你要从底部就买 就像蔡老师带会员朋友一样 我完全没有在追高的 我们做法都是充容布局 各位 掌握题材充容布局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除非你的老师每天就是在看盘中出大量 去追涨的老师 他才会一天到晚叫你去追高 市价市价市价 有没有 当然有啊 蔡老师得到太多的讯息了 这些操作不顺的一个投资朋友 来我这边都在讲 这些老师一天到晚都在叫他市价买市价买 要去锁涨停锁涨停 你锁涨停要干嘛 等你的老师上节目用啊 你还要帮你的老师锁涨停吗 一路保重啊各位啊 我们没有在锁涨停 我们都是压下来 然后用啊十几二十分钟 全球的投资朋友 大家一起买好 法人自然帮我们抬轿 各位 这就是蔡老师的良心操盘 各位知道吗 所以说要有适当的成交量 好买好卖 也要啊 公司诚信购 重于盈利保护股东 他更要有产业明确的一个什么 一个获利背景 我探紧的工息 我才会带领你操作 今天如果没有赚钱 只是纯粹弄一个题材 那叫炒作 各位 有没有赚钱 你从第一季你就知道了吗 下礼拜七月二号开始 就要说六月份的营收 各位 这些你不关心 那你要关心什么 你一旦短期投机 你就会变成长期套牢 所以说现阶段行情 我告诉你 每天都是赚钱日 但是我也告诉你 现阶段的行情 每天都是赔钱日 能不能赚钱 取决于你的专业能力有多少 所以我希望各位你能够找到一个好老师 能够懂国际变化 懂产业变化 懂基本面 更懂技术面 我希望各位 你一定要找到真正懂股票的老师来帮你 祝福各位 包括要礼拜日的周报的蔡老师 限额九名 祝你们周休愉快 下周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家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限限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